首先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房间 接着找到这个地形的外挂程式 您可以透过滑鼠的滚轮往前往后来缩放我们的仕途 在空白的地方拖曳滑鼠左键或右键 你就可以调整它的视角 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 有一个它所影响的半径数值 你在地板的上面直接拖曳 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范围 所以如果你想要影响范围比较大 你把数值调整过之后 这样范围就会变大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角这里 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磁性开关 还有就是对齐的开关 那么如果呢你按下shift键 它是调整所谓的对齐 我们预设的话它所影响的范围 就是以刚才说指定的半径 那么如果你希望它可以变成是水平的 例如我想要影响的是这整块 甚至是我整个地形都要把它隆起 那您就可以搭配我们的shift键 按住之后 它也会依据我们在右下角这边的影响半径 去决定它能够影响的范围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范围变大 这样我们整体的影响的范围就会变得比较大 但是在这边要留意一下 这里是reset 如果你在拖曳这个地形的时候 我们都是往上拉动 如果你往下一拉 它变成是凹下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粘滴在输出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 因为它会变成是一个这样凹下去的面 可是使用粘滴是没办法算到这一块 所以这一块输出的时候就会变白白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主要都是往上拉动 只是决定你拉动不高低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磁性开关 平常我们按下去拖曳的时候 它所影响的就是比中间影响最大 接着就像你所看到的 它就是一个弧度这样下来 对比较外围的部分影响比较小 今天如果你只是要单独调一个点 你可以按住键盘的Alt键 在这边我按下之后 这里磁性开关就会变成Off 当我们按着它拉动你所要的点的时候呢 它就会只影响到那个点的范围 所以这次两个就是磁性开关跟对齐它的使用方式 那对齐你也可以把它转到不同角度 我们如果走到这个角度 它所影响的就是这样的范围 所以当你旋转到不同角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影响到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按下确定 现在呢它就帮我们产生了一个3D的地形 您可以把它拉开 原本我们的地板还在 但是它会多了一个这样的地形出来 那么如果你想要重新去做调整去利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产生的这个模型删掉 重新点到你的地板 再次进入到我们的外挂程式里面 原本你所设定的这些数值都还在 这样您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做调整 或者是就把它重设 我们就回到最初的状态再去做调整它 接着您可以在这个地形的3D模型上 我们就可以把它加上一些材质 像您现在看到下面这边有白白的 就是我们刚讲它已经低于原本的地板以下 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形 以下我们以这个范例来说 在这边我们草皮 已经帮它加上了适当的纹理 选择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地形的外挂程式 那您会发现 我们在它的视窗里面 就可以同时用线框的方式 看到其他的这些模型物件 我们可以先把整个地板拉高 我们就把这个影响我们的半径调大 那么按住我们的SHIP的键 这样整个地板就可以变高 接着我们再针对小范围的部分 再来个别做它的高低差 比如说这边有石头 我们可以把它拉下来一点点 那如果您要种树的地方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变高一些 因为我们有加上的材质 所以您会发现 这样子我们在做这些模型地形的调整上的时候 您就会更有一个依据 没有问题之后按下确定 我们的地板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高低的情形 就是这些木材 我们的地板 就是这些木材 用棉木材 就是这些木材 不要担心了 就是这个木材 那边就把这些木材 提高的导致 这个木材 就是这个木材